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的女人却是被孕多年也不见动静 虽然说怀孕是一个概率问题 就好像打靶子一样 我们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的概率 确定这一次就一定能中奖 可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 有的人中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而有的人中奖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抑郁体制和男孕体制 闺蜜的弟媳妇儿结婚第一年 就洗的一个胖小子 再看看自己 已经和老公怀孕了三年 肚子里却还是没有半分动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三年的时间 难道这个概率还不到自己家来吗 医院也跑过了 天方也吃过了 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大问题 可就是迟迟不怀孕 我和朋友安慰闺蜜说 这生孩子是一个缘分问题 孩子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说实话 也确实是和缘分和运气有点关系 但实际上 确实是有的女人好怀孕 但也确实是有些女人很难怀上 这其中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 一般情况下 那些一碰就孕的女人 大多都有这几个特点 一点一碰就孕的女性 大部分都是身心健康的女性 有的女人比较好怀孕 其实这和自己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从小就有一个好体魄 不生病而且精力充沛 这种女性还是比较容易怀孕 除了身体之外 心里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 那些比较容易受孕的女性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积极平和的心态 反观那些平日里不幸福 总是抱怨女性 很难受孕 二点一碰就孕的女性 平日里比较重视照顾自己 什么叫重视照顾自己呢 有很多女生不太注重呵护自己 女性本是一种娇弱的生物 尤其是生理期就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过凉和过辣的食物 不要碰 而且尽量不要洗凉水澡 容易感冒 平时注重这些的女性 一般都是比较容易怀孕 反观一些大大咧咧的 总是不在乎这些小细节 久而久之就看出来问题了 公寒痛经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 怀孕难啊 三点一碰就孕的女性 大姨妈一般都比较规律 比较容易受孕的女性 经期一般是十分规律的 其实月经规不规律 是观察一个女性 健不健康的重要标准 尤其是在生育能力这方面 有很多女人一个月来两次 或者是两个月来一次 还想让自己容易怀孕 简直是一种奢望的事情 但是每个女人都想圆自己的母亲梦 对于那些不易受的体质 女性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提高自己怀孕的概率呢 其实只要掌握小技巧 怀孕并不是那么一件难事 第一 加强锻炼 保持身心愉悦 平时的时候多锻炼一下 增强自己的体魄 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 与此同时 还要保持一个积极平稳的心情状态 因为情绪可以抑制人体内雌性激素的分泌 也会导致受孕困难 这点女性们要十分注意 第二 备孕期间不要过于劳累 注意休养作息 有很多女性都是工作狂 或者是夜猫子 每天白天不停地工作 到了晚上不停地打游戏刷手机 白天点个外卖 晚上补个夜宵 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想要备孕 从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 早点睡觉 多点时间休息 吃点健康的食物 多摄入蔬菜和水果 积极备孕 第三 平时懂得爱护自己 调养自己的体质 一般情况下 不宜受孕的女性 体质都是比较差的 这就需要平时多调理一下 尤其是生理期间 那些注意事项 千万不能够大意 忍一段时间不吃凉不吃辣 为了自己的未来 也为了宝宝 千万不要在生理期间 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去尝试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以此来慢慢地调理自己的体质 怀孕这件事情不能急 有时候身体虽然没有出毛病 但就是始终不中讲 这时候就要从这些小事情上入手 慢慢地调理自己的身子 迎来自己的小宝宝 就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和谐 每个女性都能圆自己的母亲梦 第二 女人面相惊献草里藏珠 财富贵人就在身边 十分罕见 以眉毛上面有志 在面相学中 眉中志被称作草里藏珠 有这种志向的人一般头脑聪明 志向远大 财运和运势都能顺风顺水 但倘若智掌在眉毛的外面 尤其是上面的话 则为漏财志 这类人必定会因为钱财 而招小人惦记 而眉毛上面有志 不仅代表钱财外泄 还意味着此人在婚姻上也多有不利 婚前难找对象 婚后难保幸福 因此 有这类志向的人 平日里就要行事低调 以免招来小人妒忌 为自己的生活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二 眼皮有志 眼皮的位置也叫做田宅宫 一般来说 上眼瞼平满风营的人 说明其祖上家境殷实 可得祖上阴符 但如果这个部位有志 或者有其他疤痕的话 就会难以顺利继承家中财产 家中是非会比较多 并且 如果是女性的田宅宫 有明显瑕疵时 则表明这类人恋爱不顺 婚姻也难以幸福美满 最后小酱汁再给大家分享三个面向案例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 掌面厚重饱满 掌色红润 三宫饱满 浮运根基深厚 特别是食指迅宫才为饱满高突 干净无杂纹干扰 财运非常的旺 小指水星秋饱满开阔 沟通能力强 个性活泼开朗 金星秋也是饱满 体质佳 根基稳 为人大方慷慨 人缘不错 从这深长的太阳线也可看出 虎口或星秋饱满伴有决定线 没有营养制人的懒散和逃避 反而是敢于面对挑战 勇于发表自身看法 加上脑现场 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容易在团队中脱颖而出 文路来看 干净少杂纹 运势顺畅少阻碍 事业线和三大主线 形成了M字纹 事业线没有突破天纹 有点晚成的命局 金星秋内侧见暗财纹 有时候才在暗处 需自己耐心发掘 从生命线来看 55岁左右见上升线 这个年纪迎来收获 购置新的物产 或者家族天丁这样的喜事发生 第二个 面骨圆润 五官大气 福运根基不错 这高高的额头 也看出是个聪明自信的人 只是额稍窄 记忆力偏弱 临场反应能力强 加上面容娇好 适合做公关销售等考验 应变能力的工作 眉眼来看气场很强 适合走在台前 不太适合幕后 眼睛圆大 个性稍急 欲速不达 还童眼也容易招桃花 眉浓而长 能覆目 眼睛的能量能压得住 眉里有科质 叫草里藏珠 贵人就是身边不起眼的人 田宅饱满 根基不错 靠山纹 睫毛翘 卧蚕见横纹 加上山根稍窄 定力不强 亦被烂桃花干扰 鼻运不错 鼻高龙 鼻头肉鼻一满 中年才运旺 夫运族 有望夫前志 全饱满 鼻为君 全为臣 君臣得配 中年运势行得稳 人中常见沟 子嗣不弱 只是唇薄上翘 口齿伶俐 得礼不饶人 亦犯口舌是非 下巴见兜 晚年能降子孙福 第三个 长短指长 长为虎 指为龙 龙长虎短 指长的配 掌方指人 执行力非常强 做事雷厉风行 效率高 方掌也是典型的筋骨质 就像面向腮骨秃一样 做事韧尽十足 不服输 但是有时候会争抢好胜 犯小人 不过掌丘饱满 福运不错 尤其是食指训功 才未饱满 才运望 但是此处见杂纹干扰 才望不稳 手指间缝隙 才易漏 金星丘范围稍窄 亦纠结眼前得失 这也是筋骨质人的特质 重视细节 忽略大局 从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 也看出这点 做事偏谨慎 计划性强 脑线强 生命线线偏弱 对比来看 聪明爱动脑 体质稍弱 需加强体质 运势才能提升 生命线中年阶段横纹变多 中年阶段压力大 阻碍多 养儿育女 经济压力不小 感情线锁链 尾端上翘 感情中有浪漫情怀 充满活力 对另一半要求也高 桃花运不错 只是要防烂桃花干扰 元宝文成行 人生的财库 只是由于事业线浅淡 有财无库 才有淡财易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